在前面的两节课程里,我们主要学习了勾和膜的弹奏。 那么在这节课里,我们主要要学习拖的演奏技巧。 拖的弹奏,使用的是我们大指的弹奏。 那么在弹奏的过程中,同样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是要保持手半我拳的状态。 其次,在弹奏的过程中,要使大指的掌根关节,也就是我们靠近手掌的这个部位,要把它打开,撑开。 不能弹奏的时候,掌根关节是在手心里面的。 那么这个地方,这个关节一定要让它撑开。 那么在弹奏的过程中,我们依旧使用的是小关节,也就是第一个关节的弹奏。 那么在弹大指的时候,手、胳膊、大臂、肩膀,依旧处于放松的状态。 在弹奏托的时候,经常还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架胳膊。 很多我们的征友在弹奏的时候,会说,一到弹大指,然后胳膊肘,就这样打开了。 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我们还是要保持着自然放松的状态,去演奏。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指具体的弹奏方法。 手呈半握拳的状态。 掌根关节打开。 用支架面去进行触弦。 弹奏完了以后,手要再回到手心里面去。 那同样,弹奏的时候也分为三步。 第一步,手的打开,是放松状态。 第二步,手爆发力的去弹奏。 第三步,弹奏以后,手立刻放松,再收到半握拳的状态。 那么在触弦的时候,在大指极其容易出现,用大指侧峰触弦,以及横着去来蹭弦和推弦的情况。 那么这个在我们大指练习的时候,应特别的去注意,要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 那好,我们一起来练一下从大指最高音到最低音的一个弹奏。 弹奏以后,我们一起来练一下。 点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在大致的弹奏中,我们要注意,手的运动依旧要靠胳膊去前后送,同时在弹奏的时候,不能出现 压腕子的情况 还应该注意的是,我们弹奏的时候特别强调要用小关节第一关节进行弹奏 那不可以使用第一和第二关节连环带着去弹奏 进行完了拖的逐跟弦的练习之后,我们来看一下拖的练习曲 在拖的练习曲里面,需要大家注意的是第四、六、八、十小节的弹奏 在这几个小节里面,由于节奏型的变化 所以它弹奏的速度也会比之前略微加快 那么这里面弹奏的时候,我们要保持在略微快速的状态下 手依旧使用的是小关节出现的弹奏方法 那我从第四小节给大家弹一下 弹奏方法 那么在进行拖的练习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 要使用胳膊来进行前后的带动 切不可使用我们的掌跟关节进行往前推动的弹奏 那我把这个拖的练习完整的给大家弹一遍 我把这个拖的练习完整的给大家弹奏 最后 我们来学习一首使用托技法来弹奏的乐曲 我们选择的是东方红音乐的旋律 东方红这个乐曲是李焕之先生 在当年陕甘甘宁边区的一首新民歌的作品 那么这首作品呢 在弹奏的过程中 大家一定要注意 它的音乐是比较朴素 因为其速度不是特别的快 所以正好我们可以用它来进行慢速拖的一种练习 那么在这个地方弹奏的时候 由于其的音乐基本都处于中音区和低音区的位置 那么在弹奏的时候 需要注意我们拖的爆发力的力度 一开始在练习的时候 我们不强调它的力度的大 但是要强调弹奏方法的准确 那下面我给大家弹奏一下东方红 弹奏方法 弹奏方法 那么在演奏这首乐曲的时候 我们要特别注意音乐的大气 经过我们三节课的学习 我们掌握了勾 抹 托 三个鼓针最常用技法的演奏 希望大家回去能逐一的进行慢慢的练习 并结合我们的练习曲 在旋律中进行技法的进一步掌握与巩固 从下节课开始 我们将进行勾摩托组合技法的学习与练习 这节课就到这里 我们下回课再见